來到新竹必買的伴手李舊市復原花生醬 老顧客隨手一買就好幾瓶 這幾天業者電話接不完 因為招牌花生醬品質遭揭露有問題 挖出一大匙花生醬濃稠滑順 還摻雜一點細碎花生顆粒 香港消費者委員會11月隨機抽查20款花生醬 結果發現12款都檢驗出 會造成肝臟損壞的黃曲煤毒素 又稱黃曲毒素 其中含量最高的竟然是台灣知名的新竹特產 浮原花生醬 每公斤含有4.94微克 超出歐盟4.0微克上限 我一看到這個新聞非常的震驚 因為我本身就是浮原花生醬的愛好者 我們希望浮原能夠去做一個更詳細的檢驗 然後來發表個聲明 從昨天15號早上就開始了 有看到新聞的一直打電話來 電話接不停 沒辦法想要退貨 瞬間湧入大量退貨訂單 業者直呼無奈 只是他們發現檢驗報告上不合格的花生醬 評審標示的製造日期是去年10月14 保存期限三個月直到今年1月14 質疑對方難道是拿過期花生醬檢驗嗎 已經過期快一年的東西了 你跟我檢驗報告這樣發布我覺得有點 我就懷疑他是不是哪有過期的花生醬去檢驗 業者指出產品並沒有在香港銷售 不知道對方是從哪裡取得的 怎麼還放到過期才突然說要檢驗 目前服員花生醬公司已經微請律師向香港消費者委員會要求說明澄清 因為他們這個月7號才剛接受衛生局抽查 結果也都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標準 怎麼花生醬出個國就便不合格了 希望對方能夠還他們一個清白